兄弟们,BD的团队又出新模组了 这个模组是由Tim Grand创建 模组安装以后 素材库将会增加200多种新的服装 和40多种新式武器 甚至还有两款汽车模型 这些物品都是来自吃鸡模拟器里面的素材 等于是把两款游戏融合到了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创意 咱们也是很久没有去捏人了 现在素材库又多了很多素材 我随便用水手符编辑了一款人物 然后挑选了一些武器 咱们一起去测试一下 这是一把光束步枪 我加了一些攻速 攻击能力还是不错的 它有穿透的效果 就是换弹时间有些长 用这把步枪来打团战还是非常过瘾的 它的子弹效果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这个武器也是非常有趣的 这是一把纸枪手套 戴上这个手套就可以把敌人打得灰飞烟灭 和阿波罗的弓箭效果是一样的 UCM里面也是有这个投掷物的 兄弟你这个枪法也太烂了 这种击杀效果打完以后胜负判定就无法触发了 也算是一个bug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款盾牌的防御效果 十名火枪手的子弹全部是挡了下来 咱们这个人物的血量只有500 说明这个盾牌的防御还是不错的 咱们也要试试百倍攻击能不能挡得住 没有问题 挡下来了 可以可以 第二下就扛不住了 接下来还有小汽车 我也是给它增加了一些重量和速度 这样它跑起来就会快一些 目前看来移动还是比较平稳的 攻击方式也就是来回冲撞 小汽车也是可以叠加人物的 不过这个造型就非常奇怪了 人物都穿模了 咱们去实战看看效果 叠加人物以后 汽车在放置的时候就有些不正常了 但是在进入战斗状态以后 它又能恢复正常了 总体来说这个汽车还是非常有趣的 今天咱们就先玩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去看看其他有趣的武器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